台湾近年来与欧盟商业互动预趋平凡 未来产业发展更受到国际重视 近期台湾大规模组团远赴布鲁塞尔 参加2017台欧盟未来产业活动 欧盟成长总署官员便公开为台湾赞生 并肯定欧台合作将会共创夹击 台湾团这回邮政委员邓正中与环保署长领议员领军 率领政府研究机构厂商代表等约120人出访 扩大双边交流 林医院在会中也特别点出台湾正迈向循环经济 由政府力推过去被誉为点石成金的梦想 以诸布实现 向台湾转换出了一个大小小的颜色 直接拒捡着手指电 调言成维环保署长领议员 主歐盟兼比利時代表增厚人則強調 在亞洲經商 臺灣不僅是橋樑 佔有重要位置 更是強化亞洲市場地位的跳板 攜手臺灣 可謂一舉多得 攜手臺灣 可謂一舉